创世纪第38章 那时犹大离开他的众兄弟下去 到一个亚杜兰人的家里居住 那人名叫希拉 犹大在那里看见迦南人舒亚的女儿 就娶了他,与他亲近 他就怀了孕,生了一个儿子 犹大给他起名叫尔 他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俄南 他再怀孕,又生了一个儿子 就给他起名叫士拉 他生士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击西 犹大为自己的长子尔娶妻 名叫他玛 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是个恶人 所以耶和华娶去他的性命 于是犹大对俄南说 你去与你哥哥的妻子亲近 向他寄你做弟弟的本分 替你的哥哥利后 俄南知道生下来的孩子不会归自己 所以每次与哥哥的妻子亲近的时候 都宜经在地上 免得替自己的哥哥利后 俄南所做的 在耶和华眼中是件恶事 所以耶和华也取去他的性命 于是犹大对他的媳妇塔玛说 你回到你父亲家里去守广 等我的儿子士拉长大 因为他心里想 恐怕士拉也像他两个哥哥一样死去 塔玛就回去 住在他父亲的家里 过了很多日子 犹大的妻子 舒雅的女儿死了 守丧的时间过了以后 犹大就和他的朋友亚杜兰人 希拉上亭拿去 到替他羊群剪毛的人那里 有人告诉汤玛说 你的公公现在上亭拿去剪羊毛 汤玛见士拉已经长大 还没有娶她为妻 就脱去守寡的衣服 用帕子蒙脸 遮蔽自己 坐在亭拿路上 依拿印的城门口 犹大看见他 以为他是个妓女 因为他蒙着脸 犹大就过到他那边去 说 来吧 让我与你亲近 原来他不知道 他就是自己的媳妇 汤玛说 你与我亲近 要给我什么呢 犹大说 我从羊群中 拿一只小山羊送给你 汤玛说 在你没有送来以前 你可以留些东西 作为保证吗 犹大问 你要我给你什么做保证呢 汤玛回答 你的印戒 连同印的袋子 以及你手里的账 犹大就给了他 与他亲近 他就从犹大怀了孕 汤玛起来走了 脱去帕子 再穿上手寡的衣服 犹大托自己的朋友 雅度兰人 把一只小山羊送去 要从那女人手中取回保证物 却找不着她 希拉问那地方的人说 伊纳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呢 他们回答 这里是没有妓女的 那人回去见犹大 说 我找不着她 并且那地的人都说 这里是没有妓女的 犹大说 那些东西任他拿去吧 免得我们被人吃笑 我已经把这小山羊送了去 可是 你找不着她 大约过了三个月 有人告诉犹大说 你的媳妇他马 做了妓女 并且因此怀了孕 犹大说 把她拉出来 烧死她 他马被拉出来的时候 派人去见她的公公说 这些东西是谁的 我就是从谁怀了孕 她又说 请你认一认 这印戒 印的袋子和手杖是谁的 犹大认出那些东西 就说 她比我更有理 因为我没有把她 给我的儿子 施拉为妻 从此 犹大就不再与她亲近了 到了他马将要生产的时候 腹中竟是一对双胎 她正在生产的时候 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 接生婆拿了一根猪红线 细在她的手上说 这一个是先出生的 她把手收回去的时候 她的哥哥就出来了 接生婆说 你为什么抢着出来呢 因此给她起名叫法勒斯 接着 手上细着一根猪红线的弟弟 也出来了 因此给她起名叫谢拉 请不吝点赞